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不夜了 夜是芒果 太好了阿泽 又到了我们两个的时间了 我们两个每次拍 就是下雨然后又是KIA 有一天我们采购就打电话给我说 阿泽 这边有估计到一台KIA的Seed 你们有要收吗 收啊 为什么不收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车好拍啊 对不对 借来车又会被泡 最近也没什么行车好买 然后想说上次好像那一集KIA大家反应还不错 所以就跟采购说 没关系你就收 你就收 你就谈谈看 你觉得价钱可以 你就买回来 试试看啊 我觉得这台车在路面上很少看到吧 又比上次的STONIC更少了 你不觉得KIA蛮厉害的吗 我们上次的KIA是红色的 然后这次的KIA是蓝色的 都好特别的颜色 所以KIA都没有释出一些比较正常的颜色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比如说这台车 它109万同级的对手差不多 应该就是Focus的挖工 ST-Live VINARE 那是105万这台是进口的 所以其实好像价差没有很大 如果说你是属于下雨这种比较有个性一点 不想要跟大家路上一样 因为现在Focus很泛滥吧 先从外观来讲的话 这两台的话我可能会选这个Seed 路上吸睛度比较高啦 吸睛度比较高 然后颜色比较特别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买KIA的会有一个这个特质 它可能不想跟路上的人一样 但是它可能预算又没有那么高 旅行车的话再上去还有Golf Barberian 还有Outwear 空比对不对 两个都进口的 100出头万的旅行车相对就比较少了 所以这个是你最接近进口旅行车的仪式 虽然它是韩国品牌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它主打的市场是欧洲市场 所以它从里到外其实就是一台欧洲车 我们再来是2023年的KIA C的Sport Wagon 我简单念一下它的规格 1.5的直列四缸 哦它是四缸哦 或者是三缸的 最大不一样是它有一个清油垫 最大马尼尔是160p 最大纽约是25.8公斤米 马力比Focus小一点点 但是扭力大了一点点 各取所需 然后一样前轮驱动的 双离合器的自首牌注入箱 先从外观开始看好了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换这个logo真的是换对了啦 有质感多了 Eggnose 不是开心果哦 那是 小师开心果 我不是啊 我们要几条 但是它这个就比较像上次的 Stone是做平面的 但是是有网炸的 23年的嘛 它这边变成一个箭矢的造型 小哥们之前这边会有一个雾灯 它现在把雾灯移来这里了 侧边的部分呢 装设骑车的鱼圈 然后它是17寸的 相对来说保守 可想而知它就是一个舒适的设定啦 Focus是18寸的 但是我老实讲哦 我觉得Focus少了一点舒适感 好我们来看一下屁股吧 我刚好说嘛 这个是比较欧洲市场导向的车嘛 所以你有沒有发现这个尾灯呢 有点那种B&W的影子 好像有点你这样一讲 X系列X1X3X6X5 你觉得这车屁股好看吗 我觉得还可以啦 可是就是有点单调的感觉 就跟上次Stonic一样的问题啦 就是我觉得现在车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子咧 它都把钱花去前半段了吗 啊 因为它前半段 现在都做家族设计 所以它把钱花在前面 一个设计还可以用好多台车 你会发现 在路上你看到屁股 你不会觉得是KIA 但是你看到车头 你会觉得是KIA 哇韩国人厉害了 来 这边有个SEED SEED就是 Community of Europe With European Design 简单来讲就是欧洲设计啦 我是不知道这四个字 原来有这么大的含义啦 那KIA有没有什么含义 King in Asia 哇 亚洲之王 哇 哇你真的发想标语耶 是这样的吗 然后我们再来看后箱空间 它有电动尾门 它有电动尾门 我用按的 哇好大喔 然后一样有拉帘 你用选配啦 有些要选配一个7000块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家嘛 然后看一下下面 诶 蛮深的耶 很深耶 有隔板耶 这隔板感觉可以放很多东西耶 诶 这在有些地方要选配耶 哪一家这么黑耶 网友知道 网友会告诉你 蛮实用的啊 给你很多一个格子 让你有很多不同分层的感觉 租房子有些床不是可以掀起来的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空间就是赚到一个收纳空间 还帮你隔板耶 有那种收纳系统柜的那种感觉 哇系统柜 我知道你一定是去参加新车比较多 对不对 都知道新车的上次发表会都什么滑速 对不对 电动关闭 哎呦 有啦有啦有放下啦 好像可以按摩耶 诶 怎么知道我最近肩紧有点紧啊 这个电动尾门还附带按摩功能 啊这个有点太唬烂了 诶 它的那个摸门是那个小兜兜设计的 你喜欢吗 我觉得实用啊 比较直觉啊 因为有些车它是一条一条的嘛 有时候你要摸一下 找一下那个横条纹在哪 啊这个因为 比较大颗嘛 按一下就知道就哪了 然后我们打开门看一下室内 然后我们先来看椅子好了 这个椅子啊 他们说是为了跟前面的日行灯去呼应 但是这个椅子我怎么觉得有点像 那个鲤鱼鞋啊 鱼鱼鱼鱼片的那个 他们设计是蛮独特的啦 看起来就比较家庭一点的内装啦 最特别的是它还有那个两属电动椅 这个就是FocusWagon没有的 所以它真的是比较偏家庭需求啦 你买这台车回来 你老婆要开啊 或是你儿子要开啊 或是你爸爸要开啊 要记一下位置 你就不用每次上个车就调嘛 我发动一下好不好 一二三四 方向盘四项调整 哎哟 哎哟 这是迎宾吗 是啊 诶是耶 所以我CAMERY那一集讲的没错嘛 因为它有记忆功能 所以它才有办法迎宾啦 CAMERY它的方向盘是电动方向盘 啊这个是手动方向盘 方向盘没有迎宾 所以是椅子迎宾 我好像比较喜欢椅子耶 它退出来我下车比较方便啦 开启小时模式 这边呢 粉塑胶 钢琴的黑色烤漆 这有什么 这不错 敦架 technique 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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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 这边架有点斜 喇叭在这 六姿羊生气 六姿羊生气你知道吗 就很生气啊 MEN 欸! 那你知道武之洋嗎? 那個啊 桃園縣全市長 那你覺得這椅子坐起來舒服嗎? 包覆性怎麼樣? 好像還行欸 他旁邊是有支撐的 可能我腿比較短吧 他是不是可以支撐到我的 我相信等一下小事來 他不會來嗎? 我不知道 他等一下又看我們在那邊 喜喜楚楚不知道在幹嘛 欸!對了! 我忘記講我們搶到票了 跟大家更新一下 上次我們那集播出的時候 我們兩個搶到票了 耶!太棒了 然後我們去看我們演唱會了 然後我告訴各位 我們這次又沒搶到票了 你沒搶到什麼票? 周杰倫的票 那太難了啦 誰有周杰倫票? 可以資訊一下我嗎? 那你要唱一首 最能代表你是周杰倫粉絲的歌 我跟你講這首歌 好像還沒有在演唱會 就是點歌好像就點過 而且周杰倫本身也不太唱 因為他最近有點倒傷 他唱不上去 想知道你現在過得好嗎? 沒有我 也許是終界頭 欸!不是啦!好啦!車啦! 前面有個數位儀表 那比較可惜的是 沒有抬頭顯示器 我記得Focus有吧? 欸!數位! Focus有抬頭顯示器嗎? 有!它是一片的 塑膠片的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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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又偷渡一首喔 對啊! 如果你要多搶到票的話 如果你願意分享給我的話 可以私訊一下我嗎? 然後中央螢幕呢 有觸控 但是它是8吋的 它是歐洲市場的車嗎? 主要它的語言是針對歐洲市場 去做設計的 所以它就沒有中文的選項 就看英文 順便學一下英文啦 雙區的荷溫空調 喔!我覺得這個還不錯欸 因為現在很多都改到這裡來了嘛 我還是覺得 按鈕式比較方便 比較直覺式啦 對!你就不用再去平板裡面那邊拉 我們去看一下後座好了 我身高168公分 體重70公斤 血型AB型 輕座雙魚座 生成8至大概是1998年的3月6號的 凌晨的5點30分 舒服 如果有人想要拿我的命盤 就合一下就換了 那請問你的襯衫穿什麼size 你說我們的商品嗎? 我穿XL 小師穿2XL 師傅師傅 要怎樣才能像你一樣賣生賣這麼好? 啊你就太皮巴了咩 講又講不聽聽又聽不懂 懂了又不會做 啊做又做不好 好的又不持久 96開始爛 啊爛了我又念 念了你又先還 啊不念又裝沒事 啊沒事又開始搞邱情 啊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喔我跟你講啦 還事從模仿開始 就跟唱歌一樣 周杰倫在模仿大賽裡面 他自己只能得第15名 我汐止張學友 沒有沒有感覺 張學友在張學友模仿大賽只能得第2名 那第1名是誰 汐止張學友我本來 我知道了 我先去跟你穿一樣的襯衫 啊那要去哪裡買啊 來 蝦皮買進廣告 第1款檳榔層襯衫 這是我照片 幾台玩 檳榔攤收集來的精華啦 第2款 魔鬼天使襯衫 裡面有我的政敵小師啦 那天使跟惡魔都它啦 還有小黑人祭司的logo也在裡面啦 這兩種襯衫喔 穿上去喔 就給你很有態度的啦 啊其他商品啦 T恤啦 襪子啦 連結我都放在裡面 你們自己去找啦 保證給你買之後 跟我檳榔層一樣時尚啦 趕快去支持起來 不要當一個看免惠的人啦 比如說迎賓我也是很好下車啊 4小時的身材比較奇特吧 蠻順的啊 還可以啊 還可以喔 後座 會難下車嗎 不會啊 比較低一點 我覺得它沒有說很低欸 我以前的IS300 就是屬於說 你要稍微有點疊進去這樣 這個的高度 我就覺得好像蠻順腳的 後座冷氣出風口欸 旅行車比較長嘛 前面的風比較難送到後面來 問在意空氣有沒有對 所以我會比較傾向於 有後座出風口的車 雖然說它可能 沒辦法像什麼高級車 可以調溫度什麼 但它只能有室油的風出來 你沒有這個 可能你前面已經吹到很冷了 但風還是沒有送過來 或者是你後面 覺得剛好 像你前面冷那皮皮刷 所以我覺得後面有這個 冷氣出風口是蠻實用的一個配備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 Type-C的充電器 現在做起來的感覺 椅子是有點 偏軟 但是是有支撐型的 做長途我就不知道了 欸 蠻紮實的 我覺得有歐收車的感覺 有吧 很沉的聲音啊 我看後座有沒有 好 哦 又不錯喔 後座也是成的 阿神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我們以為它今天不會出現 我跟你講觀眾等了整集 都在等我啦 怎樣 你們又去弄這個東西回來 忤逆我了 還不錯吧 哪裡不錯 來來 給我講哪裡 這個比上次那個更長啊 更大台 藍色的對不對 跟你頭髮更搭啊 我這是灰紫色 昨天才是藍色 沒有周董有詩董可以啊 只是小康情 陪我 才能一起 王傑唱周董的歌 原來是這種感覺 呵呵呵呵 是什麼東西啦 Key啊 又是這個 又是鼻子 呵呵呵 等一下啦 這個車是什麼 這幾cc的啦 1500啊 再加48V清油電 有渦輪嗎 有有渦輪 1.5沒有渦輪怎麼開 CVT的嗎 沒有雙離合器 雙離合器怎麼開 會乳型對不對 應該不會喔 因為它有清油電 它會彌補掉那個 清油電好喝喔 會彌補掉耶 自帶濾鏡耶 夭壽啊 買這個送什麼啦 買Focus就好啊 這個很好啊 好這點是什麼 它是進口的啊 欸 支持國展 欸 你芒果乾沒有 買好買滿喔 你沒有台灣精神喔 不是不是 這個是最接近進口車的一個售價 賣多少錢 109啊 我可以買 馬六我阿公啊 不一樣的是歐洲車 這歐洲歐車 真的啦 你睜眼說笑話 你跟阿公說這歐洲車 我跟你講這個比較特別耶 你先等等 我在等啊 我現在在等 我會怎樣嗎 漢國拍子沒有錯 但是它是針對歐洲市場設計的 所以它是在歐洲製造的 你這樣跟我上次一個好朋友有什麼差別 他跟我說有一台車 是什麼 照德國線製造 不是東南亞線 你有沒有印象 還送去德國 防撞車 對 我怎麼好像聽過這樣的說法 你是不是有AB合約 還是私底下有達成某一些協議 沒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 好 1.57有一點 幾寸鋁圈 我先看一下 歐米吉林 不知道是不是原配啊 我們先不要講 應該原配喔 幾年的 2023年 23年 應該是沒換過 八幾公里 看一下看一下 看底層數就知道 是不是原車搭配的 3萬 3萬2 那有跑耶 23年跑3萬 其實有跑耶 有照地根耶 不錯吧 這個focus就沒有了 說實在 你不跟我講 這是什麼自我 還真讀不出來 好啦 我也第一次看到這個車 這也是蠻奇妙的一個車子 這路上看不到幾台 其實我早就聽說了 是你們暗空款取 就決定把它買回來了 我採購有跟我講 要開我的錢 不要給我報筆 說 阿呆 有一台這個車要不要買 歐米阿 本身沒片拍了 你是缺車開 我們要多試 反正了不起 你就當交通車 你的想法是這樣 多試看看幾種 看我到底適合哪一種 你覺得好看嗎 不要問我 我怎麼可能 我想聽聽看 首先 這水洋護照我就不會 觀眾朋友就會說 我戴著成健 我戴成健OK 觀眾朋友可以戴著 他們自己的審美觀 我也有我自己的審美觀 OK 這開心果我就不會 我上次講過了 不開心果 我會開心果 很開心果 這燈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不喜歡這個 很曖昧的這種角度嘛 眼線 不是啊 你要嘛 你就尖 阿這 我就不喜歡啊 我沒有那麼有文化氣質 我只能這樣講 我文化底蘊還不夠 呂圈的話 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那車頂行李架 這個我覺得都很標準 尾燈的部分呢 我看一下 你看這個尾燈 你有沒有有一個歐洲感 五系列啊 這就大五的尾燈啊 它就厚嘛 不會做就從模仿開始啦 不過這不是什麼貶義詞啊 很多的新車出來 總是會有一點既視感 不是因為它是韓國車 我們就貶低人家 不要再因為這個話 是從我嘴巴說出來 各位酸民大大們 就誤會我的意思 很多日本車也是這樣 欸 出來覺得 欸 怎麼好像在哪裡看過 似曾相似 似曾相似對不對 你在電視上看到一個 新的韓國女團 你也會 欸 這一團怎麼 好像跟之前哪一團呢 誰誰誰有點像 有過這種感覺吧 有嗎 像那個什麼new jeans跟 你不要再跟我什麼勁了啦 擺死了 有沒有電動尾門啦 欸 有餒 欸 其實沒開餒 109有電動尾門 哇 那本還擺得好好的 你是故意幫它做品牌形象嗎 不是啊 那不是我擺的 它原本就在那 欸 我很少在我們做推車的時候 那本有擺那麼漂亮過 它是歪的啦 如果是我 你願意擺正 對對對 拿人放幾個花這樣 好笑啊 它又給遮板 你看 你不用選配 搞不好這前車主有選 你怎麼知道 它搞不好花了一萬多塊錢 遮板還蠻有質感的 還蠻厚的 不過拉起來有點不順 很深啊 很深啊 它有兩層 這買海線還可以分類 而且這是防水的 你真的可以放海線 不是保麗龍 不是 我們其他車放保麗龍 是為了要讓你保兵 可是那個不防水啊 保麗龍防水啊 保麗龍30年不會腐壞 你傻傻的 這買在土裡面 你30年後挖出來 它還好好的 永續耶 欸 旁邊也有 分好多層 而且每一層一個蓋子 蠻認真的 蠻繁琐的 旁邊有做了掛鉤好幾個 這裡還有一個點驗器 欸 還不錯 然後這邊 有一個電控按鈕 外觀其實就這樣啊 那內裝的椅子 你們覺得帥嗎 白色條紋 還有海鷗形狀的裝飾 哇 它說海鷗欸 你好高級喔 我剛剛說魚鱗欸 鱗角 沒有 它那個是跟 那個前面日行燈有呼應 啊 我知道 香蕉 跟前面什麼呼應 日行燈啊 真的假的 這邊 一個 兩個 三個 哇 好深奧喔 真的啦 應該有吧 過度腦補 它大概就是會腦補而已 你知道嗎 人家只不過問它說 欸 你什麼星座 它就連小孩的名字都想好了 我就想小孩的名字 對 它就想小孩的名字 有跟車嗎 有啊 有跟車 而且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是它的車道至終 是獨立的 你不用開跟車 它就可以車道至終了 平常時速比較低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你至終 我這樣是不是很像夜大 對 欸 這樣 我上次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它那個車道至終有沒有 是可以修那個 你要靠左一點靠右一點 我怎麼好像又有一點 既視感 被發現了嗎 才第二集而已 這個是真的的話 我也覺得蠻欣慰的 現在小朋友這麼會做生意 這麼會替公司著想 下次記得不要放自己口袋 好 我會分你們啦 我會分你們 欸 好啦 那 那 迫不及到我們開一下啦好不好 欸 而且啊 你為什麼每一次試 韓國車都下雨天 你是覺得這樣我才不能說謊話 你們兩個是不是故意的 不行啦 我跟你在同一台車上 我會被劈到 我會被劈到 不會啦 我跟你講老聽有眼 如果我亂講話 一定是有劈我 除非你也亂講話 故意在那邊吹噓 就劈你 好啦 出去試試看 我這也沒開過啦 試看看啦 試看看 走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幾缸啦 四缸 比Focus多一缸 蠻穩的 唉唷 嗆囉 上次來了一個福特業務 這次來一個 去哪 業務你們阿嬤 喔 我每天給英務你們這裡 我就飽了好不好 雙驅恆溫 蠻可愛的 它這個數字是在轉盤中間 這個設計我喜歡 我這個人是這樣 跳脫原本的設計框架 我就是覺得是好的東西 不要老是人家做什麼 你就跟著 人家螢幕這樣 你每台都做這樣 就很無聊 Boring 欸 起步 怎麼那麼軟 我是不是調到Echo去了 唉唷 幹嘛 被你找到切入點 欸 代表我開得懂耶 我沒有唬爛吧 觀眾朋友啊 你看看我沒有印尿韓國車 我剛剛真的踩起來 是起步有點軟 真的開到Echo 經濟模式嘛 有啦 有啦 切到那個正常模式之後 起步就比較順暢一點 我們覺得這台車蠻重的 車重E420 開起來覺得是 一台有重量感的車 Focus不知道多重 FocusE425 差不多耶 但我覺得這底盤開起來是沉 因為歐洲車的底盤 我跟你講 我講的好聽叫沉 講的難聽叫笨重 你知道嗎 這是滿舒服的吧 觀眾要聽認真的嗎 還是觀眾只是想要聽我尿而已 呵呵呵 舒適度是OK的 它那個彈跳感 也還能接受 但是呢你如果要深入一點的 要去感受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的細膩度是不夠的 為什麼有一些人常常在那邊講說 什麼車底盤好什麼車底盤不好 有些人就是永遠都開不出 什麼叫做底盤好什麼叫做底盤不好 就是那個所謂的細膩度 它的那個彈跳感啊 就是一個垂直性的 它就直上直下 我沒有覺得有什麼被吸收到的感覺 穩定性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我只是很單純的 單就我覺得操控的細膩度上面很強 我會覺得Focus好一點 但我認為不是任何一個人都開得出來 啊有一個重點啊 它應該比較偏向旅行車嘛對不對 嗯 那我認為貨車感是沒有的 因為我滿在意旅行車開起來 有貨車感 方向盤握起來也是標準的 粗度也是適中 那現在我想要把它按到Sport 喔Sport就變紅色了 全液晶的儀表做起來還滿炫的 有一點機械的那種感覺 你在標準模式的時候 它換檔銜接就是還滿順暢的 感受不太到那個換檔銜接感 可是一旦你轉到Sport模式的時候 它有一點很刻意的 讓你感受到那個換檔的那種 銜接感 那反而會讓我覺得有點討厭 可是它營造出那種熱血的感覺 好啦 上站 加速我還滿輕盈的 過完還可以 不會有那種你覺得自己在開一台很長的車的感覺 不會誇張到說開起來很像小鋼炮 還是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車身是偏長 但是不至於覺得自己在開一台很像 加長型的貨車的感覺 不惜今天下雨天 我還滿希望好天氣再開一下 感覺可以再試出更多東西 所以你覺得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可以再試得更深入一點 開起來是比上次還要有趣 這個椅子的支撐性你覺得怎麼樣 嗯 不行啊 我覺得旁邊有支撐性 旁邊不錯吧 屁啦 這哪有什麼支撐性 你不要拿好不好 欸 你是不是開濾鏡啊 沒有開啊 我是覺得旁邊普通油啊 我覺得它這個椅子滿軟的是沒錯 坐起來算舒服啦 但是你說支撐性很普通啊 那你現在是變瘦了 什麼椅子坐起來都好坐 不是胖的時候才會包在椅子裡嗎 胖的時候那叫塞 用一個順暢的速度來開 蠻不錯的 比我想像中還好看蠻多 順暢蠻多的 不專業啦 不專業啦 我是用開車經驗跟大家分享 我不是專業的 不過是真的賣還滿便宜的啦 109.8 對啊 而且這個不知道有沒有便宜 不知道有沒有折價 應該有吧 欸 搞不好人家現在要等車之類的 會不會 現在韓國車也都是賣得滿秋的 有機會好天氣我會再試一下啦 如果車還在的話 應該會還會在啦 我們就要做一個大型社會實驗嘛 你們這麼愛弄韓國車 我就讓你們看看 韓國車有這麼好賣嗎 不過上次以連傳快就買掉 你們對韓國車很有信心說配備很好嘛 我就看外面人家都賣多少錢 我們也不要 我們就賣比別人便宜一點 反正這個應該原廠還在保固 20123年嘛 原廠一定還在保固啊 這個車也沒什麼問題 只要沒有事故沒有泡水 這一定沒有條表嘛 條表不可能調上萬嘛 條表一定是把它調成3000嘛 哈哈哈哈 看會不會上片錢就賣掉 你們剪片的時候 抱歉紙車已售出 如果上片沒有打這個字卡 就代表車還在 你們去觀網一看 欸 落賽 哈哈哈哈 以後我們就這種企劃嘛 如果你們有上字卡說 紙車已賣出 那我就跟採購交代說 以後遇到韓國車就問阿呆嘛 如果這台車成功了 以後遇到韓國車就問紅副總 拍著拍著有沒有 搞不好就可以請到李多惠啊 安芝萱啊 雅音啊 來 再槍一個 隨便槍一個 Ben和立 有沒有 搞不好你們就可以處理了 不是處理 不好意思 你們就可以請來啦 就交給你們啦 好不好 欸 我剛剛結論還沒做對不對 還沒有 哈哈哈哈 我覺得可以啦 以一般的使用啊 我覺得駕駛上面 或者是乘坐上面 蠻標準的一台車啦 那你如果要很深度的去鎖 坑洞的處理的精緻度 我認為是差了一些些啦 質感上面可以再提升一點點 我覺得有點太過於直接 讓我感覺是那種很單純的 重量抑制的感覺 我是蠻外號 我不是專業的 我的想像是這樣 好啦 還不錯啦 欸 那這個跟Focus Wagon車價 差不多 收價跟賣價都差不多 目前的韓國車市場是這樣 是蠻誠心誠意的發問 在節目的最後 我也大發指揮地告訴大家 目前不管是現代 或是KEA 韓國車 我觀察起來 保固期內 中古車的價格 跟福特的基本上差不多 如果新車 沒有太大的促銷力道的狀況之下 保持性 目前觀察起來是差不多 欸 這可以 你每天在尿 人家到時候先去看 只能說夠用 有東西可以看 有些車沒有嗎 現在還有什麼車沒到這裡 像頭油 它的亞瑞士 Colos之類的 你現在是氣日投寒就對了 我們其他也要有日本部門的同仁啊 你不能這樣講啊 像我啊 我就是日本部門的不是嗎 我嘴才在尿人家保利龍龍 哈哈哈哈 沒有我跟你講 因為今天下雨天 光線比較暗 但是我認真講 這應該不是 韓系車應該有的鏡頭水準 我印象中 韓系車的鏡頭應該會好一點 我覺得現代可能會好一點 哦 對啊 因為我記得 韓系車的鏡頭表現有好一點 我的印象中 好啦 就可以吧 可以跟業主交代了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喜歡類似這種影片的話 那留言 讓阿丹他們知道 如果想要讓紅總有能力 有這樣的權限 來買韓國車的話 就留言 讓老闆知道 希望不要有朝一日 讓他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下次見 掰掰 哦 結束營餒 哦 贏冰餒 對啊 不錯吧 還夭壽啊 你以為他贏冰 我就可以跟他破冰了嗎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試完回來啦 你有沒有覺得 老闆感覺有來囉 他剛才說 他願意白天的時候 天氣好再去試試看 慢慢體會到韓國車的好了 慢慢的 我們開始慢慢的幹活 慢慢 真的是慢慢沒有感覺不行 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再多弄幾台來 多嘗試看看 開始入測更多韓國車 第二集嘛 我們就來看 我們拍到第幾集 他會徹底的 被我們感動到 好啦 那這集就到這邊啦 希望我們影片記得要訂閱分享 按讚感謝小鈴鐺 我們下次會出什麼車呢 敬請期待 敬請大家期待 再見 掰掰 啊 怕吃啊怕吃 啊怕吃啊怕吃 啊怕吃啊怕吃 啊啊啊 啊阿爸 喔啊 黑夜明車 也是火 glitch 喔 TikTok 喔喔喔喔啊喔喔喔喔 啊 Sammy 啊啊啊不知道 啊啊啊啊啊рас 都獲得人 以後他自己就會拍了 不需要我們囚實他 欸 是我們請這個拍 拍 拍什麼 拍了啊 這我不懂啊 這我沒有開過 那你幹嘛 它的外景我剛好稍微瞄一下還不錯 蠻流線型的啦 對啊 開起來怎樣我不知道 還是再拍一集你去試車 好啊 直接我就下賽道了啦 對不對 我現在有經驗了 跑過力寶的男人耶 你是做過嗎 跑過啦 我真的跑過了 我這樣跑過 真的跑過力寶的男人耶 單圈最慢的那個 對啊 好不怪 多一個食物可以參考 對啊 是沒錯啦 這樣賣車也方便嘛 重點是賣得掉 我賣不掉 我叫老闆叫死 我告訴你怎麼這麼高興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